有句舊的說話就是 Marry to Tattoo 你跟民生結了婚 我覺得感覺很相似 這麼多年他陪著你睡覺、起床、吃飯 你所有時間的時候 根本24、7、24、7 你都是跟民生相處 你問我對我有什麼意義 他是一個生活風格 是一個起床的原動力 各方面你都是圍繞著他 生命、生活 在過程中找到生活的哲學 你如何維持你的生活 去補丟你一個專業的服務給你的客人 收工之後你回家做什麼 第二天你幾點起床 職業盡量都是11點開始 每一次約會6至8個小時 放了工作回家 我會繼續畫畫 畫到12點我就睡覺 起床時間大概7、8點 其實你每個生活裡 你離不開民生 所以你問我是什麼 其實很大部分都入了血 又或者反過來 是沒有了民生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 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就認識一個朋友 朋友的契哥是做民生師的 那時候我就 其實心裡一直都想做這件事 很有興趣 經過朋友介紹之後 就去了他契哥的民生店裡 到Hang Out Hang Out的時間 就不斷問他不同的問題 認識對民生的東西多些 這樣開始 每一天的Schedule 就擺放在中午之前 中午放學之後 就會去民生店裡 Hang Out 學習 店裡收了之後 回家就會繼續做功課 每一天都是這樣 我想維持了一段時間 一段多長的時間 小學的時候 就經常畫Grafitti 在學校上課的時候 畫到全部的書 我想很多人都是這樣 那時候還不是很喜歡日式的 那時候比較喜歡寫英文字 寫鳥草英文字 然後慢慢開始 再認識多了的時候 就找到一個民生師在日本 很喜歡他的風格 就開始進入了這個日式民生方向 我覺得這個日式是比其他傳統的日式 比較軟一點 我走的線都不一定是用實黑色去做 所以給人感覺有點柔和一點 我走完線之後 我會在主體上做一陣陰影 掃描的陰影 讓它的立體感再強一點 好回來之後再上顏色 那麼分別就會 給人多了一個很柔軟的層次 出來的效果就跟傳統傳統的紋身有分別 就是傳統傳統的紋身就會 只做完線之後直接上顏色 他們的立體程度會比較低一點 對比情況下 我會用很幼的針 用一針去做裡面的細節 而最傳統的紋身 不是supposing 而是他們不會這樣做 他們是主要粗線為主 而顏色方面 我會用不同的 contrast去做 舉個例子 如果我做紅色的花 我會每一次都嘗試不同的紅色變化去做在一起 就算紅色也好 我都可以用很多不同的紅色去混合在一起 而每一次我都盡量去演變 變成不會跟上一次做過的一樣 那陰影我都會覺得 其實陰影的最大挑戰性就是 你怎樣可以shuttle得來 撩回之後都會表達出來 這些都是不同的經驗去累積回來 我常常用iPad去做 但我發覺手感的問題 出來的手感很不同 用圓筆的手感很不同 有時候都會覺得比例 沒有在紙上畫的比例那麼好 因為你刷出來 可能比例又不同 然後位置又有偏差 所以我每一次都會跟客人 量好尺寸位置 在tracing paper上畫 再在tracing paper上畫 我覺得對客人的 配合身體上會比較準確 我現在做了那麼多年 我全部都會用手做 即是手稿、畫度位用手畫度 畫畫也是一樣 然後由畫轉到一張stensile paper上 全部都會用手 即使是一個full back size的圖案 全部都會用手去tracing 可能我覺得 在平面紙上畫的時候 我是在想立體 先記錄 接著發生什麼事 我回家自己做 對著紙、對著測試 我再重新一下 我覺得每一次做的時候 都是提升自己的 敏感程度的機會 即是每一次都是給你進步的機會 每一次都給你練習的機會 每一次都給你做meditation的時間 做一個full back drawing很長時間 但你做stensile paper的時候 你都需要很長時間 你在那張tracing paper裡面 轉做stensile paper的時候 你根本就好像 已經幫客人做過一次的圖案 所以我覺得當客人出現的時候 我黏上去再做一次的時候 我已經是practice 了一次 兩次、第三次 做的時候 可能就在第四次的時間 對那個圖案的熟悉程度提升 所以就出錯的機會減少 亦都是可以令自己平靜的機會更多 香港紋身還是一個很初步的階段 我覺得是一個 有些很extreme 有些很成熟的紋身師也很出名 他們技術也很厲害 但是未必很多人會欣賞 因為欣賞藝術都是要 透過時間去成長 而民生的客人 亦都是要時間去成長 民生師應該要 focus 他們要 focus 的東西 which is 創作 怎樣投射他們的生命 而不是我喜歡這個風格 因為他賺到錢 而是我喜歡這個風格 是因為他 speed of language 我有東西想表達 而香港很多人想入行的原因 就是為了賺錢 其實我覺得賺錢不是一個問題 民生始終最後說 都是一個 business 我不否認這件事 但是你又沒有這個條件去 去明聽這個專業 你偏向只賺錢的時候 其實可以 但是一條路走得多遠 就要想得很清楚 是 這是一個香港教育制度的問題 令那班人不是主動去找食物 而是讓人餵他們吃東西 大家會覺得很前衛 但其實香港是一個很落後的社會 人的思維很保守 不敢跳出一個框框 很多東西的限制 我不會用傳統方法去教我的學生 我不會叫他們回來幫我開店 我不會叫他們幫你清潔 但我要他們的責任就是 做好他們自己的本份 你一天只有一個小時內可以練習的話 你七天內有七個小時 你會有七個小時可以練習的時候 你究竟用七天內每個小時練習 或是一天用七個小時去練習 我都覺得有成果 但你怎樣都要做 但很多時候他們遇到 他們都不是很肯去付出 有些人 但這行我覺得你不付出的話 其實也不只是這行 你做任何東西都是你不付出沒有成果 不是每個人看IG 看到別人好像很方剛 但別人的背後其實很努力 做了十二年的時候 我每天都在練習 為何你剛剛一行的時候 可以分配這麼多時間去娛樂呢 我身上有小的紋身 有大的紋身 我會概括來說 我應該有三個紋身 一個兩個 然後就三個 這個就是 小的就是紀念的朋友移民 大的紋身就是 日本黃岩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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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個星期 就做了這麼多 因為之前我有一個舊紋身 在這裡 他就做了很久 做完這裏 做完這裏 做完這裏之後 完成了所有事情 正在所有項目都在日本做 做完這裏之後 跟著做這裏 其實溝通不需要太多 你跟他說 我想做老夫和英化 所有事情都自由發揮 我去找人紋身的時候 我找了我最主要的師父 一個日本師父 我在過程中 在一個學習的過程中 對我來說 我的紋身是 紀錄了我自己的時期 我做過在一個什麼階段 一個我自己 而我幫人紋身的時候 我會把我經歷過的事情 跟我的客人去分享 那 很多時候 在過程中 其實有溝通的時候 是變成一個心理醫生 都有這樣的成分 在裏面外表上 幫到他們 更加了他們的身體之後 其實也都心靈上的 是幫助他們 去康復一些事情 其實透過過程中 大家會慢慢地成長 自己付出過很多時間的努力 可以提供到第三者的快樂 客人照鏡的時候 你會看到他們的笑容 你覺得幫了一個人 你是擺了很多痛楚在他身上 但是在終日的時候 紋身跟了他一輩子 跟了一個很 相信一個長時間的時候 他每一次看到的時候 都會回想經歷 過程 而很多時候 令到他們得到很多自信心 就這樣了 但是剛才說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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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